我是谁 囤部清洁师 大家好,我是solo官 专门给你们solo那些你们不知道的职业 今天给你们介绍的是由日本的相铺历史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职业 囤部清洁师 上一集solo官已经给大家提示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呢 臀部清洁工 顾名思义就是为相铺历史清洁臀部的一个职业 众所周知 人类是一种高级生物 进化出了直立行走的方式 走路过程往往需要臀大鸡之称 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肛门被这两半肌肉紧紧包裹着 而肛门周围有很多褶皱 被包裹内线的它更容易藏污纳垢 如果没有及时清洁 时间一长就可能引发肛周灼痛 浓肿 严重甚至会导致肛尾 相铺历史体型庞大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又是那种又高又大的体格 就给相铺历史生活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他们上完厕所后 他们的手无法触碰到自己身体的许多地方 这个许多地方里面就包括屁屁 这就和许多健美达人 因为肌肉过于发达 而触碰不到自己的后背 是一个道理 所以他们难以做到自我清洁 相铺历史的饭量很大 每次都吃很多 上厕所也十分频繁 因此这时候就需要清洁工的帮忙了 于是久而久之就衍生出这一行业了 这个职业也是非常的轻松 每天不用干其他的事情 就是等相铺历史上完厕所之后 帮他擦屁屁就好了 别看他们是一个臀部清洁工 他们的收入那可是很可观的 每个月的月薪就可以达到120万日元 一年下来那也有2000多万了 对于如此轻松的工作来说 工资是非常高 至少是高出日本大部分的收入 但是有人会觉得这个工作是不体面的 因为帮别人擦屁屁 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都是成年人嘛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给我200万我都不干 但是在日本他们是以这个为荣的 因为相铺是国际 帮这些相铺历史擦屁屁 没有人敢嘲笑 也没有人觉得是丢人 而且这个职业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 应聘者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身材要够瘦小 其次还要十分的耐心细致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行行出状元啊 相铺选手触碰不到屁屁 有他们的臀部清洁师相助 那我们普通人呢 自然是有我们勤劳的双手 那solo官就好奇了 如果没有纸 怎么办呢 抱着强烈的好奇心 solo官去查了一下 还真被我知道了 我们先来讲讲 外国朋友是如何清理自己的屁屁的 其中一种是用鲑鱼片来进行清洁 有点高级 又有点味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贵族人员 鲑鱼片不仅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 同时还能防止痔疮的产生 因此受到当时英国贵族人员的热捧 用食材擦屁屁可不止英国人这么干 战斗民族也是如此 俄国著名的彼得大帝就是一大代表 他是一名追求品质生活的精致暴爱 每次上厕所前都会先命人砍鹅 然后用鹅脖擦屁屁 第二种是用粗麻绳来清洁 因为麻绳粗糙的表面可以向会物代理 因此是一个较好的清洁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麻绳是公用的 似乎显得有些不卫生 第三种是用馋的翅膀 这个方法可谓是脑回路新奇 不得不说 绝 没有他们想不到也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这一种方法在日本是较为流行的 当他们抓来馋之后将他们的翅膀卸下来 之后还要在水里面浸泡个三天三夜 浸泡馋翅的水必须是温水 在经过几天的浸泡之后 馋翅就会变得柔软 这样使用起来会比较舒适 当然 solo关是没有用过了 还有一种是直接用木棍来擦拭屁屁 以前的古罗马人就会在木棍上绑上一团棉花 之后怎么做 想必不用solo关详细描述了吧 请自行想象 还有用木条竹条的 这些工具在当时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厕筹 把木条和竹条会被切成大小适合的薄片 当人们上完厕所之后 就会拿起这些薄片来刮走自己身上的惠物 在还没有纸巾的年代 这种用厕筹来清洁屁股的方式是非常流行的 不仅平民百姓会用 就连一些地主和贵族也会使用 因为这种方式在当时是较为便捷的 关键还可以重复利用 当然也是很不卫生的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用水洗了 就像现在的智能洗屁屁的马桶 其实和纸张比起来 用水洗会清洗得更干净一些 因为人体所排出的惠物会较容易溶于清水中 所以直接用水清洗的话是可以清理干净的 今天的印度仍然盛行用水清洗 去过印度旅游 或者是喜欢看有关印度的视频的朋友就会发现 在印度的公共厕所中会有一个喷头 而这个喷头就是他们在上完厕所之后 用来清理自己的屁屁的 这是他们保留下来的一种习惯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纸张 但是在一些厕所里 仍然还是有用来清洁屁股的喷头存在 当然这个问题呢 是用来满足一下跟solo官一样 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小伙伴 现在的我们有了厕纸作为擦屁屁的工具 那大家知道以什么姿势擦屁屁吗 第一种单刀直入式 简单直接一笔带过 但可能一次性擦不干净哦 第二种优雅点暗式 青龙漫年抹肤条 仔仔细细慢慢地擦 总能擦干净吧 第三种取先救国式 先擦缸门附近再向中心收拢 如果家里有冲水马桶的 可以试试敌四种 想扑式 左右摇摆 让缸门各个角度都接受洗礼 另外为了擦屁屁更加全面 建议大家从今天起 两只手轮流上阵 不然很可能只擦到一边 对女孩子来说 擦拭的方向也很有讲究 最好是从前往后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尿道 阴道直肠的顺序 就会明白这样的擦屁屁 可以减少细菌感染风险 总的来说 擦屁屁这件事 看似大家都会 但真正做对的人不多 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 别等得了纲尾才开始后悔 那本次的职业介绍就完成了 不知道 你们看完了 solo君的介绍后 有没有对臀部清洁室 这个工作心动呢 至少也得get到 solo官为大家整理的 擦屁屁姿势大全吧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